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你吵了一辈子的爸爸 他走了 今天我要代表爸爸 为着过去曾经给你的伤害 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我们都知道你辛苦 常常说你从小就没有妈妈的关心 所以你从小就要看人脸色来过日子 你说嫁给爸爸 也没有过过几天的好日子 我们家也没有靠谱的亲戚 爸爸虽然忠孝融退 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你变得轻松 反而为了要撑起这个家 你一天要做两份的工 你为了买房 你也起了会 也被老爸的朋友倒会 当下我们还小 我们无法负担家计 你把一切的经济压力 自己一肩扛下 你做24小时的保姆 没有休息的工作 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你为了这个家 你付出了青春 你也付出了健康 我们三个小孩 从小到大 总让你不省心 闯祸的事好像也没有少过 爸爸的脾气不好 你要照顾我们 你还要面对爸爸 你心里的苦 我们都知道 妈 这些年 你委屈了 也辛苦了 妈 我们好爱你 谢谢你在爸爸 和我们身上 所做的一切 也希望你 每一天都是喜乐 爸爸不在了 你也可以卸下 照顾爸爸的工作 没有压力的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妈 看着你因为 超时家务 而变形的双手 我心里都有很多的舍不得 妈妈你知道吗 你对我们的爱和保护 就像天上的神 要为你做的 从今天开始 妈妈你也要有一个 很厉害的神来保护你 让你不再被欺负 给你有钱也买不到的 平安 喜乐 还有丰盛 今天的母亲节 是一个属于你的日子 祝福妈妈 你母亲节快乐 我期待 妈妈你以后的日子 可以认识很多教会的朋友 也有属于自己的 小组的好姐妹 活在专属于你的幸福 妈妈我爱你 母亲节快乐 爱你的女儿 祈凤敬上 感谢主 请祈凤的妈妈站起来好吗 伟大的妈妈 祈凤有礼物要送给你 好开心 抱一下抱一下 赶快来照相 来 照起来 照起来 重来一次 好棒喔 感谢主